大概就是如果几率里面前七名就是128、11、15、28跟30号 几率是最高 那其实我是利用这件1号码就1到49 然后几率的话就是什么Count if 跟之前一样Count if 然后那个范围里面就是全部Total的东西 那个总共有特别号加6个号码 然后总共它除以Count所有的总共的号码 然后就有一个几率出现 然后再算出它的排名用Rank排比较快 然后就把前七名就是看用VBA 用VBA一键又把它最前面的那七个号码 就是把它排出来 那就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这边也许你们可以再多一个统计分析的一个结果出现 那这个部分我大概就先到这边 那后面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一样 开启那个检视与参照这个范例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从Lookup这个函数里面 当然这个Lookup函数 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 假如说左边是资料来源 右边是你要查询的界面 那理论上是会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那只是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 我把它放在一起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查什么 005 那我希望把005这边的横向资料 自动帮我查出来变成纵向资料 帮我整个这样查过来 那我最好是希望怎么样 这边下一个公式 直接向下填满 自动就可以帮我把其他资料都查回来 如果上面我编号呢 假设是输入多少 输入004的话 它也会帮我自动查出来 向下填满就好了 那当然方法也很多啦 你除了用Lookup函数之外 回去各位可以想想看 像这一题的话 你可以从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到呢 也许比较常用的像什么 index可以做 怎么做 想想看 然后呢 indirect 这也可以 可是要怎么做 检视与参照里面有很多函数 因为你没有用过或少用 不代表它不重要 其实它非常重要 只是因为你不会用 还有Lookup可以做 match可以找到 然后配合 通常是配合那个index obset也可以 其他像什么呢 V-L函数也可以 只是我们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做一次 然后因为理论上都有很多蓝 所以你 假设如果你能够向下填满 就直接怎么样 向下拉一次就做完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 那当然最简单 你可以用V-L函数啦 比如V-L函数什么 查什么 查005 去哪边查 去这个中标里面查 那查一定是查第一蓝 查到之后呢 帮你把第几蓝的资料 姓名在第几蓝 第二蓝嘛 OK 然后比对方式的话呢 如果要完全一模一样 输入0 就false啦 如果要找接近的 就输入1 那我们用0 那我们用0好了 OK 按个确定 刘宏君 但是如果我希望向下填满呢 OK 有没有方法可以向下填满 那理论上 其实 它如果要向下填满的话 就是会去抓什么 抓 这个是第二蓝嘛 第三蓝 第四 第五 所以跟哪个数字有关 跟这个有关 有没有 那所以我有什么方式 当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数字 可以自动帮我变2 变3 变4 变5 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动下拉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因为V轮函数 V如果可以之后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 index indirect 还有或者是offset 等等的相关函数 那主要我们后面 像V轮函数大家都比较熟 所以我大概点多带一下 那各位比较不熟的 像其他刚刚讲过的那些函数 我也会把它带到这边 用其他范例的 来跟各位做解说 OK 那这里的话呢 今天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 所以开个头 也许 如果已经做完前面练习的话 可以先试试看 把那个检视与参照 刚刚有提到过的函数 可以来练习看看 像刚刚最简单的V轮函数 但是V轮函数大家都会 可是我需要的效果是向下拉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其他栏位都带过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就还需要用检视与参照里面的一个函数 叫RAW函数 RAW函数的话 向下拉 它会自动帮你增加它的列数 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做 试试看 如果做完可以的话 其他像Index 像Indirect Offset等等的函数 可以试试看看 甚至呢 一样 我们函数做完了 可以用什么呢 用VBA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函数了 我想要把刚刚的动作 用VBA可以帮我完成的话 那怎么写 这个地方也许可以想想看 蛮多的延伸性 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客人尽量是希望 你第一个函数一定要非常熟练 250几个函数都能够想要用 可以马上派上用 第二个的话 可以把同样逻辑简化成VBA 所以VBA要怎么撰写 这个我想请各位也许可以先试试看 那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大概就差不多 先讲到这里好了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从那个检视与参照这部分开始 那还有蛮多练习题的 那请各位回去先练习看看 OK